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到陝西省考察 新華社報導 習近平星期一下午去到陝西雙樂市的 秦嶺牛背糧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考察秦嶺生態保護情況 官方傳媒部分片段顯示 習近平與官員交談時沒有戴口罩 習近平之後轉到小嶺鎮金迷村了解脫貧工作 內地傳媒報導 習近平曾就秦嶺北陸違建別墅 六次作出重要批示 最終多個黨員幹部因為紀違法被立案調查